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央蜜大家都熟悉 3月5号,百忙之中的央蜜返港看小糯米 看来是子女心切了 只见她穿牛仔外套配打底裤亮相机场 穿得十分休闲低调,生怕别人忍出来 但是狗仔队的能力大家是知道的 央蜜死刑出现被抓个正着 虽然是回家看女儿 但是机场带货女郎的她依旧闪闪在发光 里面穿毛绒的单绿色卫衣 外面套模白牛仔外套 青春气息,不比大学生差 她穿着九分黑色打底裤 脚上穿的是小白鞋 露脚踝是她喜欢的风格 这么一看,怎么感觉她又瘦了呢 果然如此,看羊蜜的身材 只能用苦瘦如茶来形容了 腿细得过分不说 上半战的两件套更是丝毫不显胖 大家只能靠想象去猜一下她的体重了 仰卖的角度之下 发现她的脖子又细又长 跟腿是一个亲妈生的 尽管她戴着口罩和帽子 但脸明显快瘦没了 小卡从这双眼里看出了疲惫 不知道是工作累的 还是小女儿想的 看起来变瘦的羊蜜 还真是挺让人心疼 不过仔细想想 她的体重跟人气成反比 人越红,酒越瘦 实力说明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粉一点 所以羊蜜真的是个聪明人 她懂得取舍 更知道如何让自己穿起来 楚楚动人 或许有时候会累 但小糯米就是她的充电宝 大家说对吗